八亿冲突延宕 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 与巴勒斯坦人 在约旦河西岸经常爆发冲突 3号犹太定居者 弃断了巴勒斯坦人村庄的供水管 场面一度混乱 画面中 几名乙军士兵就站在一旁 并未阻止这些孩子的行为 随后一群巴勒斯坦人围了上来 以军士兵大声驱离 以色列犹太定居者 和巴勒斯坦人相互推散 双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现场一度十分混乱 巴勒斯坦村民表示 这已经是以色列犹太定居者 一周内第四次来到他们的村庄 他们的破坏行为 或导致约200名巴勒斯坦人 无法用水 3号 以色列政府负责约旦河西岸事务的 民政部门宣布 位于约旦河谷地区 2965英亩 约合12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国有土地 以色列将用于未来开发 以色列非政府组织 现在就和平 在其网站就此事发表文章称 这是自奥斯陆协议签署以来 最大的一次土地兼并计划 文章写道 现在所有人都清楚 除了在以色列旁边 建立巴勒斯坦国之外 根本没有其他的政治解决方案 然而 以色列政府依旧选择将局面复杂化 并让获得和平和停止流血冲突的可能性 越来越低 在巴勒斯坦备占领土上 不管是为获以色列政府授权的 犹太人非法定居点 还是经以色列政府授权建设的 所谓合法定居点 国际社会均普遍认为 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但这样的侵占行为 还在不断发生 今年3月 以色列在约旦河谷地区 所谓没收8平方公里土地 2月 在耶路撒冷以东 所谓没收2.6平方公里土地 以色列非政府组织 现在就和平称 今年已成为以色列 迄今侵吞巴勒斯坦 备占领土面积最多的年份 我们下期见